這是我們的緩慢北海道在美鷹 美鷹它是日本有一個最美麗的村莊協會 這是國際認證從歐洲開始 美鷹它是整個日本地區最美麗的村莊的第一名 其實在美鷹緩慢開之前三年 我們去參訪過所謂的北海道的民宿 因為我們想要回到薰衣草的故鄉 所以我們就不斷地去那邊找 那時候看到這間民宿的時候 在我們之前它就是一間非常知名度的民宿 叫做僻靜 我們那時候去參觀到這間民宿 就覺得只是心裡在想 哇這間民宿好棒 如果可以讓我們經營不曉得有多好 只是單純這樣想法 並沒有實際去行動 三年後我們的夥伴 我們的團隊再次前往北海道跟美鷹 去尋找想要在那邊 回到薰衣草故鄉的家的一個夢想的時候 意外中聽到原來的民宿主人 畢竟這一間民宿主人他想要退休回東京 我就覺得好棒喔 那個我們夢想要可以實現 所以大家有夢千萬不要斷掉 有一天他一定會出現 那我們就很開心的跟他聊一聊 把他的夢想承接下來 然後現在就在那邊 現在昨天緩慢的夥伴有傳來給我說 已經下雪了 然後瑞宇松紅得像火一樣 就像各位這個還沒有像火 我的螢幕比較像火 自己想像 那個就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在下大雪的時候他是這樣 我們是住在民信片裡面 不騙你是真的 然後他那邊的雪很鬆軟很好吃 很像雪花冰這樣子 很棒你會很想吃 好那這是我們緩慢實體品 緩慢實體品是位於在那個花蓮海岸上面 然後呢 他是一個看海的這樣的一個民宿 也是一間很棒的這樣的一個民宿 好那來到這邊呢 你可以跟當地的原住民藝術家互動 你可以跟原住民儲神藥宗互動 甚至我們其實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會去挖掘在地的一些特色 那這些特色呢 不是只有食材 當然還有人 人是最重要的特色 然後他還有他們背後的故事 那每一個緩慢 他背後都有好多好多 他的鄰居都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非常非常的豐富 甚至呢你來到實體品 你也可以去體驗原住民這樣的 因為他們那邊的原住民都會剪漂流木 來做一些藝術的創作 你們也可以去到原住民那邊去學習著 怎麼做漂流木的這樣的一個創作 我去做過兩次 做到那個手都一直發抖 因為他只給你一隻雕刻刀 然後你就一直在那邊刻刻刻 吊吊吊 然後吊出來 你就會覺得好棒喔 你做了一個盤子 你做了一隻湯匙 木湯匙 而且都是檜木 因為那個漂流木嘛 所以每一個漂流木都很香 有不同的香氣 然後每一間作品都與眾不同 那這是我們第六個品牌 也是最新剛開始的 好好 Good Days 那這個好好呢 是在講著兩個女生 從山上的這樣的一個美好 來到都市 呈現這樣的 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個美好 同時它也是一種共好 那為什麼叫共好 其實好好這樣的一個品牌呢 就會覺得 像現在這個 最近食安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大家對於 可能生活中的一切都會產生不信任 你就會覺得 有什麼是真的嗎 好像沒有 那我們希望說 讓客人透過好好 你可以發現其實美好生活 並不難 它就在你身邊 你自己也可以去實踐 所以我們從進來到好好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大很大的開放式的廚房 你看得到我們的夥伴 這一些人都不是廚師出身 他們都是一群 就像各位這樣子 然後來到好好的時候 開始學習 很多人第一次拿菜刀就是在好好 然後開始學習怎麼去做料理 從麵粉到麵包的製作 然後從一條小黃瓜到變成醬菜 類似這樣子 全部都是自己製作 那在製作的過程 它也可以學習到很多 同時也可以讓客人看到 這是真的東西 然後我們好好呢 最主要就是透過策展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謂的策展就是 就是你透過來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我們想要跟你表達的是什麼 那我們整個好好都是一個策展的空間 從食物、人、空間、書 還有所謂的你使用的餐桌 這些都是策展 那食物也是一種策展 在座食物也是一場策展 我們的空間也請了那個毛家俊 我們好好台中系統 我們就盡量用台中的一些 台中的元素來呈現 所以我們就會邀請一些很棒很棒的人 對於一些生活態度非常有堅持 然後有非常獨特一面的這樣的一個人 他都不是大咖 都是一些素人 然後也許不太有機會被看見 那我們就邀請他來 然後來幫我們做這樣的一個空間等等 食物什麼什麼這樣的一個策展 這是我們請兩根來幫我們畫的插畫 就是在敘述美好的一天從哪裡開始 從一杯牛奶開始 牛奶是非常新鮮的 然後坐在好好這邊用餐的時候 有沒有 一大早就是要喝一杯咖啡 這是美好生活的開始 那透過好好來用餐 你回去會想要 會撤發你那一種 你回去想要好好為家人煮一頓飯的那一種欲望 然後好好跟朋友吃一頓飯 然後好好的看一本書等等 所以我們好好的策展會有一些主題 像我們第一次的主題是 你好請坐就是開幕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邀請十位素人 這些素人都不是專門做椅子的 有的是專門在做衣服的 有的是專門在做蛋糕的 然後也有專門在保護老房子的等等這些 我們就邀請這十位素人來幫我們策劃 他們規劃他們自己心目中覺得 美好生活的椅子蓋是什麼樣 他們就去設計十把椅子 很特別 然後這是第一次策展他們的椅子 就會擺在這上面 都不是專業的人做的 然後他們就會去跟設計師 溝通他們的想法做出來 然後我們也會邀請這十位素人來跟客人分享 像這一個做出來很像戚風蛋糕椅子的 這一個素人呢 他就來跟我們的客人分享 怎麼做戚風蛋糕 就很好玩 很生活面的這一塊 然後這是我們第二次的策展 叫做好好讀策 好好讀策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布的燈來做 然後有很多的書展 那我們也請洪振宇老師 來當我們的策書人